FM9.5 自由之聲 漁夫自由行 很高興今天又跟我們所有的 三上的朋友 大家一起來記憶 很高興今天要來跟各位說一個 我們台南雞梅的層次 雞梅 有雞梅有什麼層次啊 這你就不知道這是學問多愛 所以今天要來跟各位說 不如不要說清楚 先說我們兩者的事情 讓我感到感觸良多 第一件事就是 我因為移民台南這本找到後來 世界都要給我訪問 不然就叫我去演講 我怎麼可以鼓掌就鼓掌 我是以Slow Life 慢活優先 你如果要叫我去自己買演講 因為我等一下會想 是說 我的本地人 在來台南 我就看一看 不然就沒有人去寫一本搜 不知道要從誰去寫一個人 寫一個人說 變成第一名 成品書局也不第一名 那個博客也不第一名 說這 摸到自己 還假不容易 賣一本搜 很多朋友說 你不會搜 第一名 一定賺多歲 我跟你說 台灣的租家很可憐 真的很可憐 真的很可憐 很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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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租家 可以 李翁 我還記得 李翁說有一個租家 他很認真 很認真 很認真 準備 準備五年 去出一本搜 總共賣多少本 各位不知道 你看看 總共賣一千本 一千本 你如果說 給出版社出 這個租家 抽十塊 一千本算三百塊好了 他抽十塊 抽十八 這樣就是三十塊 一千本就三萬塊 五年來 他叫他扣那個三萬塊 想我 你是要叫他去 去 去 去減本 比那個生日更好 可憐 人家有很可憐 所以 在台灣做很可憐 真的很可憐 唉 如果說到我 我 就覺得很可憐 我奇怪 我在想說 我很多朋友都是很可憐 人家剩菜 撇兩片 當然 才華比較好 所以人家剩菜 撇兩片 我怎麼不會 嚇到嚇到 人家嚇到 人家嚇到就好 我為什麼 我就要圍倒 有 接下來還要那個 露營 蛤 蛤 蛤 為什麼 啊 但是我自己 就我剛才會說 你自己假補 蛤 但是我感覺說 出一本生 第二 一定要讓人家增長的感覺 人家想自己買菜 我不要看網路 現在網路這麼多 好像痠 對不對 第二呢 就是說一定要有 虛跟實的合作 不過說到這齁 說我去到台北 最近啦 啊 因為這個 台北那個 讀書館齁 啊 差不多 幾個 幾個月前就好 說請我去 台北演講 那 演講 給一般的民眾聽 啊 我在想說 啊好啊 很久齁 都常常在台南齁 啊 既然台北 這樣我們就來去一座 欸 我去到台北齁齁 我要說 移民 台南齁 結果台北來一座人 我就想說 台北人都要移民 啊 哈哈 來得齁 很誇張的 開的那個 它是一個圖書館 啊 圖書館 可以坐 末 沙拉 又從中 走到 坐到這樣 一座人 啊所以齁 我想說 喔 怎麼有可能 怎麼有這麼多人來 啊 啊 他們很多人說是 啊 在蟒樓裡面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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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 啊 如果是 如果有什麼 肚子可以看出來 還有鴨皮可以看出來 所以常常常常常都要來聽 聽說我是 到底是怎麼啊 啊 在這裡的生活啊 啊 啊 我那個肚子是怎麼從事出來的 啊 我那個鴨皮又是怎麼從事出來的 這我出一天才來給他故意 啊 報告說 那是怎麼做出來 啊 怎麼做出來 不過有比較複雜啦 有比較複雜啦 因為那 牽扯到太多的專業性 啊 再來就是說 我去台北演講 喔 我發現喔 我們這南北差距奇怪 這 網路小記 為什麼南北差距 又這麼大 啊 啊 有人向我問一句說 啊 你們 你們台南簡直就是鄉下 我當那台南去 連公車都沒得坐 我怎麼聽一下 啊 沒公車坐 欸 這個 這個問題 啊 我看他們年紀 喔 欸 差不多真的有哪有火啊 啊 啊 需要 坐公車啦 啊 有可能是 我們台南喔 那個公車的資訊不發達 喔 因為 台南南我看一般都 如果不是塞車騎肚子 啊不然像我這樣騎腳踏車 喔 公車有人坐 欸 我不要坐過公車 我自己想一想 喔 欸 我本來台南這麼多年啊 我不要坐過公車呢 我一隻腳踏車就 一隻腳踏車了 啊如果要去到那邊喔 啊就是 我們台南兩個就塞車去了 所以呢 反而 自己也沒有去 去 騎 去坐過公車 啊 所以我現在出一天啊 喔 要來去坐公車 啊再把國際報告 我們台南的公車 到底 為什麼才會 你知道 台北人下來喔 啊 會說我們沒有公車 但是我記得台南 有那個什麼 公車的價位啊 娜齊天文一大堆 什麼的公車的價位 啊為什麼才會 啊 台北人會這樣看法 但是這個 基本也有一點就是這樣啦 喔 我感覺喔 這個我過去也台北住了 三十幾年 這是天農人喔 天農人 天農 台北有分數兩種人 其中有這天農人 其中有這天涼人 喔 天涼人 跟 天涼人 跟天涼人 啦 這兩種人沒什麼一樣的喔 呵呵呵 一種的是說 欸 那市長喔 國民黨推出的 就算一條狗啦 其實他是國民黨黨籍的 他就投給他了啦 齁 這種人也是說 沒在關那個政見不政見的啦 呵呵呵 沒在關那個 城市會進步 不會進步 所以不怪齁 齁 啊 你也要看一看他的政見是啥 你的靈力是啥 你的靈力是啥 叫靈力什麼都沒看 只看他的黨籍 跟他省籍 這樣你這種的 要怎麼選擇 啊 這就是天農人 這種的叫做天農人 喔 啊這天農人齁 他的感覺就是 離開台北市以外 通通是鄉下 喔 他可能會出國到日本美國 到世界各國 齁 但是呢 他不會到中南部啦 他也沒想要來走 他認為說 那些都鄉下 齁 那些都他聽不到的地方 那些都滿歡之地 呵呵呵 這個時候 你什麼都知道齁 跟他講話齁 你真的喔 會混的就對了齁 呃 所以這個南北差距到現在還是這樣子 很好的 很好的 好來 我們現在開始要來講 吃麥的層次 那不要說吃麥的層次齁 我們要想說麥 這個粥啊 粥 粥米 這個是不一樣的意思 但是我先要各位說清楚齁 粥品有瘦霸種 瘦霸種的 啊當然也有 有廣東粥 也有所謂的極地粥 廣東粥或是閩蘭粥 各種粥品 你哪 那古早人有什麼一種粥 叫做 怎麼在說粥 粥品 喔 那裡面好像我給它看齁 兩三百種啦齁 兩三百種粥啦 的做法 那麼 當然 所以 在 比較深色的就是說 我的這個 佛祭 是金門 那金門那是 很深色的地方 為什麼呢 因為齁 兩三百種粥 那金門那是有大冰 再來 啊 跟那個 中國那種粥 那好 啊現在 那些粥 它這個冰裡面齁 有這個 寡勝的冰齁 它是中國一樣的冰齁 齁 很多 我們這個老冰齁 齁 有的是真不甘願來齁 那是那個 啊 這個 這個 這個部隊齁齁 齁 要在福建這個 這個地方 反正如果有兵 都跟著來就對了 齁 都跟著來 有少年都跟著來做兵 就對了 啊人這樣從此以後齁齁 七里子散 齁 這四五十年 你想想看 這有 這有 有十年齁 有十年齁 結果現在國共兩黨和好 啊 那不是多四的 對不對 那讓你後來 那不是多四人 七里子散 什麼的 那不是多四的 齁 所以這個事情 whoa 啊 現在的人 讓他了解 啊 啊但是後還有一種 家做反共意識 還有一種 這種的了 這個 反共意識 ahead 因為我的這個 和政呢 我最近在建盟何俗放在一二十年 因为以前那里要申请一个电台 所以何俗放在那里 在方面我电台去建盟 因为我那里有很多好朋友 所以我对建盟略有所知 例如说最简单 古林头战役 跟这个东西 我们知道有什么发生古林头战役 很多人说你如果要听政府官方的讲话 像国军不知道多英勇 多英勇 你看古林头战使馆头前 他就摆了一线铜像 那个铜像是东西的阿兵戈 那时候的国军就对了 你现在去看国军是穿草业 但是我跟你说以前是穿 价通的皮鞋 史的真相 这就变成草业 是这样 你如果听他们在这里在说什么 古林头战役 大家不知道是多英勇 都多英勇 就是因为 为什么在古林头收台 就是因为在 那些建策在古林头 那些人刚才叛起 叛起都要收理 共军来袭 刚才那边 方向他找一个 那些准重 偏到古林头这边来 所以他们上岸的时候 刚才去那两台建策 看到 你要穿草业 我听他在说 结果 没有人 那些人 慢慢在社会说 那不是 那建策就拖出去 本类一种建策 你还要拖回来 还很久 所以很久 放在 延时的地方 就叛两个旁边在那里 那两个旁边 看到 那都起来 当然就冠军去通知了 对不对 那问题是 那建策是 不是派去 是 没人拖回来 那现在可能 走上岸就拖 说是派去 哈哈哈哈 所以 那说这些建策 好 那现在建策 请问 是共産党军的 这个 军事武器 更好 还是在 那些金文兵 在金文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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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军的 武器更好 你再想看看 看对一面武器更好 当然是那个 那个共産党 他一定是 啊 窃聚国土 哈哈 像刘正慈 这样 跟那个 刘正 跟那个 马家 哦 马妈妈 马姐姐 这样 他们在那 去拖人 的窃聚 窃聚国土 已经很久了 所以他们当然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他发生了 后来 他已经开始慢慢的 有些摄影了 所以 那个时候 两边打起来 其实是他们那边的武力更强 啊 现在这个 国军这边打命 他要怎么 我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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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 你看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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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 走走走走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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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人在說 你要交台 到底是死多少人要生 死多少人要生 到底死多少 結果這裡都沒差 歷史就是這樣過去了 所以那個時候 煎起來 我自己說 要說這個 說到外面去了 反正 後來 共軍就怕輸 就叫他圍起來 圍起來你要想看看 現在圍起來這個葫蘆不可能把他送回去 他還承軍 還打到自己 還給他縮的 當然要送到台灣 要送到台灣 要讓他不能回去 再送到台灣 乖乖 聽話 就要做什麼事情 你如果古早時代是犯人 就勤勉嘛 在你的臉上跟你說 你是壞人 兩年 對吧 這樣你走路出去 大家都知道你壞人 是不是這樣 所以那個共產軍很簡單 你又來 就跟那個 特別的手臂上 殺豬 拔毛 反共抗惡 這樣 你先去用車 反共抗惡 殺豬 拔毛 你趕快回去 你回去也要穿衫 對吧 所以那個所謂的反共議事就是這樣 如果照你那個歷史在說 這些人為了要效忠 蔣介石 為了要效忠國民政府 所以他自己就在那刺青 你想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這種事情 對吧 我聽你在說 所以這就是 啊好 現在就說這些 現在 反共議事的兵 有的 老的金門 有的就是 撿回台灣 對不對 代表我們都 再撿回台灣 啊你如果什麼 中橫公路 什麼的 撿人去 撿人去做工恩就對了 當奴隸用了啦 俘虜的 當奴隸用就對了 只是說 現代齁 歷史不敢 但是我跟你說 時間一定會還原歷史的真相 你一定要記一句話 齁 我們一定要記一句話 好啦 啊現在在那 金門在 在做兵的齁 啊那有 當然有百分的來 百分的來 金門人叫做巴仔 巴仔 北方來的叫巴仔 啊巴仔呢 他也愛吃的東西 啊他就會跟當地金門人說 啊這要怎麼做 怎麼做 怎麼做 所以 金門有一個真有名的 那說到梅 當然就是廣東粥 可是喔 金門不是有廣東粥 它還有閩南式的鹹粥 啊 鹹梅 啊 所以它就變成是說 兩個 兩個都有 廣東 福建都有 欸 啊你就是是不是啊 啊你如果去金門 你要注意聽那個金門人說話 啊 比如說我們來去吃廣東粥 啊 金門人會說 欸 來一碗 needed 賭美 賭美 我們知道 金門人就知道說 您家都說賭美 賭美 啊 祖跟esses 祖阿 啊 這兩個是合在一起唸的 賭美 賭美 我當作吃 這個 este person 這個 金門的廣東書的時候 我在想不然說 現金門人知道才有賭美 有这个名词 梅就梅 不然粗粗粗粗粗 广东粗 广东粗 它不是 它是粗梅 刚好把广东和敏兰 敏兰粗 两个合在一起 那这两个一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 广东的是 见水不见米 米水合一 但是呢 敏兰的呢 是有范例的 有饭粒败 所以这个又不同 所以梅的系统里面 其实那些清朝 原媒的 那些水盐食物里面 就说得很清楚 它分了好几个层次 在我们台南 台南分哪些层次 后来先来说 我们如果是在台南 你如果是说 有点认真 吃梅心 有点认真去注意 第一行 我们台南有一种 叫做香菇 香菇 饭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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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菇饭汤 饭汤 饭汤这是什么 我哥 我跟你说 香菇饭汤 是种的 香菇 饭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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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黑人 饭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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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得像 高发鸭汤 有一种 真的很好吃 香菇饭汤 好,我有一天,這個不會香果飯湯的,這位老大哥已經79歲了。 好,現在,我如果有什麼古早時代的事情,我不知道什麼。 古早的食事我不知道什麼。 我就跑去他吃那個蚵仔煎和飯湯。 那他的蚵仔煎是什麼? 我們現在在吃蚵仔煎,我告訴你,我們都吃那個米粉啦,吃那個那個粉啦。 不是吃蚵仔啦,沒有蚵仔,沒有什麼蚵仔啦。 那去他吃的蚵仔煎。 欸,吃的蚵仔煎齁。 你如果說蚵仔,這樣一盤蚵仔煎來,說染這兩三粒這個蚵仔, 這樣就不是叫做蚵仔煎。 蚵仔煎就是說,當然是要吃蚵仔,所以呢, 你如果去吃它的蚵仔煎齁,蚵仔放很多。 最重要的是,你蚵仔一放多,就有腥味嘛。 蚵仔有腥味嘛,有臭臭味嘛。 臭臭味要怎樣? 我跟你說, 台南齁,如果是真痛的吃蚵仔煎, 人家這位79歲的老大哥,他就告訴我, 一定要染蚵仔,不然一定要染蚵仔煎。 如果沒有染蚵仔煎,你是要怎麼把蚵仔的臭臭味阿下去。 所以呢,人家他都用蚵仔煎, 他的蚵仔煎的蚵仔煎都用蚵仔煎的蚵仔煎。 那就好吃了嘛,好吃了。 所以現在,當然啦, 我們如果沒有去見這裡的朋友, 在白尾吃蚵仔煎,他也吃到鬆蚵。 當然,你看人啦, 有人說,我都沒有蚵仔煎啦, 我反正就送到蚵仔煎,我就吃了。 他在說那個時代, 開始, 就是說, 我就問他說, 香菇肉、香菇飯湯是怎麼來的。 他說,香菇飯湯其實不是台灣人做的, 是日本人在賣。 他說, 日本人在賣? 有蚵仔煎啊, 也有蚵仔煎啊, 也有蚵仔煎啊, 也有蚵仔煎的蚵仔煎啊。 就他的蚵仔煎啊, 蚵仔煎啊, 蚵仔煎啊, 可是,你現在想看看, 在那個時代, 日本人家就沒有, 他就沒有在吃蚵仔煎, 為什麼會香菇飯湯出來。 他跟我說, 香菇飯湯, 還有另外一味, 叫做鮑魚粥啦, 鮑魚煎啦, 鮑魚喔。 鮑魚煎, 說做鮑魚煎, 用香菇飯湯和鮑魚煎, 其實都是鮑魚煎。 蛤? 啊, 這兩行做鮑魚煎, 欸, 怎麼把鮑魚煎開到, 人家的鮑魚, 他賣多少錢啊? 鮑魚粥? 哇, 這就貴了, 當然, 大鮑魚粥, 你看, 鮑魚粥啦, 啊, 在台灣, 台南以前, 是點心而已, 點心而已, 哦, 鮑魚粥而已, 你看看, 所以說, 他說, 現在鮑魚粥, 鮑魚粥, 鮑魚粥, 就沒在賣了啦, 為什麼? 我成本不算賣, 賣好嘛, 所以給他現在, 現在是鮑魚粥, 鮑魚粥, 飯湯, 啊, 這兩位, 誰在賣, 他說, 日本人賣, 欸, 奇怪啊, 誰在日本人賣, 我記得齁, 欸, 我, 有一座, 去到這個, 驚刀, 啊, 驚刀齁, 他就沒在賣了, 但是, 有一個東西, 叫做, 茶泡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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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泡飯它是這樣子啦, 我以前去到驚刀的時候, 茶泡飯, 啊, 茶泡飯, 他拿出來給你吃, 就是這樣啦, 因為, 日本, 驚刀人在說話齁, 他是很客氣的, 他跟你說, 欸, 你這個, 啊,你齁, 我們就要太大了, 你還在那裡, 這樣不走, 他就這樣問說, 欸, 先生齁, 啊, 你就這樣, 吃這麼久了齁, 啊, 不知道你吃飽也不會, 啊, 不吃飽, 我是不是茶泡飯齁, 用一個給你吃看看, 啊, 那意思就是, 要跟你好好出問他, 你還不走,齁, 啊, 當然, 人家說話, 是比較客氣,齁, 啊, 你還不走,齁, 啊, 那就是茶泡飯, 但是齁, 我在看這個齁, 我在看這個, 新永青, 新永青是什麼人呢, 以前台南, 有一個, 市長, 叫新文秉, 齁, 我們比較老一部, 應該都要注意市長, 啊, 他們到這個, 新永青呢, 他就下了一份掃, 他在說齁, 他在說齁, 他在說, 安賢員,齁, 安賢, 要經營,齁, 經營的, 這個, 很平安, 又悠閒的,齁, 安賢員,齁, 齁, 他在說, 貓兒飯, 牛仔飯, 貓兒飯, 牛仔飯, 什麼叫牛仔飯, 就是說, 他說, 他在裡面, 他說得很清楚, 他說在日本,齁, 湯泡飯, 叫做貓兒飯, 代表你沒幾季, 沒有教養,齁, 吃飯吃吃的時候, 把那些, 菜餅, 什麼有的, 沒有的, 都跟南台灣飯裡面, 湯還要切下去, 這樣表示你這個家,齁, 沒有餐桌禮儀, 沒有教養,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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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有些日本人,齁, 那個教養一堆,齁,齁, 齁, 我們台灣人也不知道說, 什麼的是什麼的教養, 比例說, 我們去日本人家家, 你現在要放鞋子,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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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鞋子齁,齁, 我們的鞋尖要向外, 鞋尖向外, 鞋尖向外, 如果你鞋尖向內, 表示你這個人是沒有教養,齁, 齁, 那個, 當然要學人,齁, 要跟他們尊重人的這個理儀,齁,齁, 當然你不必, 不必對那個日本人, 日本人在阿里加多頭, 一直噴,一直噴, 你不必噴到那麼多, 你以為我外國人就是了,齁,齁, 他如果在那裡貴座, 我們也不一定要貴座,齁,齁, 齁, 但是基本的理儀齁,齁, 要跟他們尊重一下,齁,齁, 齁, 說到這個貴座,我聽到是不是齁,齁, 我們台南有一個, 這個, 炎瓶戲宴, 炎瓶戲宴, 依井河這公古座, 公就是, 朝廷, 公廷的公, 古就是古早的古, 齁, 這我可以才來公古座的古書, 古未聽, 總而言之, 他是一個, 戲劇, 電影, 硬化, 表演的場所, 蓋得很漂亮, 像當小的那個歌舞基座, 不知道, 買去給郭敏東責任, 責任後, 總共拆掉了,齁, 這樣齁,齁, 這是郭敏東責任, 沒有特色,沒有衛生, 就是這樣齁,齁, 那水家會翻過的, 一棟建築, 這樣, 他總把他拆掉了, 當小的歌舞基座, 如果他拆掉了, 你看, 當小人的測試以外, 齁, 都這樣拆掉了, 他拆掉了, 去蓋那個, 沿坪大吸煙, 結果咧, 沿坪商場, 常常在灰燒廚, 也沒有人,齁, 啊, 一樓好才知道, 鄭大書城買起來, 一樓以上那齁齁, 有什麼灰燒廚, 遊民嘛, 有可能, 都躲在那裡, 現在就開始在那裡, 吃粉啦, 殺火, 沖沖的嘛, 當然就是灰燒廚, 齁, 我又一道, 他灰燒廚, 我都走過, 走過, 我都用手機來直播, 都在灰燒廚, 哈哈哈哈, 我也是SNG車, 齁, 啊, 那個公骨座啊, 啊, 我們台灣人齁, 因為齁, 他們是用桌榻榻米的, 他不是, 現在的戲院說, 他要讓你坐沙發這樣, 那麼舒服這個, 他不是, 他怎麼是桌榻榻米的, 啊, 因為台灣人, 不習慣那種桌榻榻米, 貴座, 所以公骨座呢, 對啊, 我們這個, 台南國長人跟他說, 那個是工庫座, 哈哈哈哈, 煎骨座, 哈哈哈哈, 功骨座, 變成工庫座, 啊, 所以就說這個, 啊, 這個, 講到這個, 啊, 那時候, 辛勇親的, 日本人說, 湯泡飯, 是一個沒有規矩, 但是, 台灣人, 不覺得那個是沒有規矩, 啊, 為什麼, 這, 講到, 我個人是這樣, 我們台灣人齁, 那時候比較散嘛, 你懂得, 日本人, 他們以前開花, 啊, 台灣又是花外之地嘛, 啊, 所以他來的時候, 那時候, 我們的這個, 先民有一句話, 十九十三湯, 不必再吃, 韓子尖湯, 好不好, 十九十湯, 不必再吃, 韓子尖湯, 啊, 那意思就是說, 那時候, 如果有韓子尖湯, 吃就不錯了, 有時候韓子尖湯裡面, 跟, 兩兩粒米下去, 哈哈哈哈, 這就變, 西飯了, 哈哈哈哈, 當然這些年輕人, 你自己這樣說, 啊, 這有什麼風景啊, 啊, 沒辦法想到, 那時候人家的可能, 農業社會, 啊, 啊, 台灣人齁, 可以有吃一種類似, 就是說, 西飯, 就已經很好了, 好, 西西的啦, 啊, 啊, 但是呢, 這邊就是, 兩邊好上英雄, 日本人本來不吃麵, 啊, 台灣人都吃西飯, 好, 到這個日本人來了, 慢慢, 台灣的經濟也起伏了,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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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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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好家在哪裡, 各位, 你現在去飯店, 吃飽肥, 啊, 人家在飽肥, 就是說, 我有錢的意思, 那麼, 這樣就吃心吃了啦, 變成是, 台灣人, 開始, 呃, 套早, 就要吃飯, 啊, 沒有人要吃麵, 變成有一個改變, 不是沒有人要吃啦, 吃麵人變成比較少啦, 啊, 日本人慢慢也是, 看到台灣人要吃麵, 欸, 所以說, 好, 啊, 不然就幾期, 這個, 包香味, 香菇肉湯, 啊, 香菇飯湯, 來給人吃, 啊, 他也來賣這個啊, 啊, 兩邊喔, 互相折衷就對了啦, 折衷主義啊, 折衷主義啊, 折衷主義是在說堅定的, 還用來講那個, 吃心喔, 是不是, 啊, 所以, 他現在就是變成, 這個, 所以這個, 啊, 但是為什麼說香菇飯湯到這個, 保育物都日本來, 欸, 香菇, 那時候是日本人才有, 台灣沒有在種香菇, 主要的, 都是為他們日本, 他們那時候說, 或者內地, 日本, 或者內地, 啊, 像我們現在齁, 啊, 我們台灣人齁, 那時候, 那時候, 通知, 怎麼跟你說日本, 就是你的祖國, 所以說內地, 啊, 我們現在有些台灣人, 說阿中國,阿中國, 阿中國給作內地, 齁, 啊, 現在說起來, 數點望中的, 都一樣, 啊, 這台灣人很可能, 沒有自己的國家,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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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用罐, 就是這樣啦,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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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因為我們每一個都來,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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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啊, CAO, 香菇,香菇是日本來的,所以鮑魚也是日本來的,那時候他們有那種的養殖和種植的技術,慢慢才到台灣來,所以變成這個香菇、香菇、飯湯和這個鮑魚煤,那個七十九歲的老前輩,這是日本人買的啦,那個時代日本人買的,所以這種叫做飯湯,還不到粥吼, 還不到粥,不叫做粥吼,他就沒有在飯粒上面,用過任何的工夫嘛,那第二種就是所謂的半粥,什麼叫半粥,你如果有去那個阿公或是阿董,阿董或是阿董,阿董或是阿董,你去這裡的時候,你敢不注意給他看過,那說到這個阿董,阿公好了,阿公應該是叫做阿甘吼, 我跟他們的長黨也是很好的,問題是在跟他們說,你們長人應該是大家都叫他阿甘阿,不是阿公阿,應該叫做阿甘吼,阿甘吼,那麼這個,我有一天會知道,五、六點啦 吼,吼,搖一下,我們要併佈他,為什麼呢,因為一天,太早睡,啊不是太早睡,早上一起來,吼,搖到,我又沒吃點心,也沒吃什麼,早上,睡早起,一起來說,吼,搖到這樣,我們併佈他,五點瓦,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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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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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 我說五六年而已 當然什麼就不知道 就是不知道不知道要問啊 不知道不知道這麼拍片 早上五點我就走來看 看就用那些切米下去煮 我說欸 啊這樣 奇怪 切米煮的水齁 請問啊 你煮到什麼時候 煮到那個米粒微微的半開 開一半微微半開 啊 我說喔 原來是這樣喔 啊現在那個煮到微微半開的時候 啊他現在另外還有一個那個 薩麥魚的高湯嘛 啊他這樣放到那個切米把它放 裡面那個薩麥魚的高湯 啊 人家如果來的時候 才一碗一碗給他吃 是這樣啦 所以他在飯料上面就要下功夫了 所以台南人吃麥 他不是親菜 親菜喇喇給你吃 就掌舊了這個半粥 我一道我也是去阿甭 阿甭也同樣阿 阿甭又怎樣你知道 阿甭也是這樣阿 阿甭那個湯喔 是瑟麥魚骨 還鹹雞母的骨頭 下去熬的高湯 但是它的米也是煮到半粥 所以這種的作法 老實說 真的台南人 只為了這米 人家就用得這麼多工夫 所以不太好吃 你如果去吃那個什麼台北的那裡 台北的富士南路整個青粥小菜 就那個粥的青菜嘛 沒煮煮的就有什麼 還有人放進去高湯 煮到半熟 沒辦法處理那個 所以呢 這樣第一行 第二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他們都會告 叫做半粥 第二個層次叫做半粥 半粥 就是把米煮一半 煮米煮一半 煮到的微開 這樣叫做半粥 啊有一粥我又去一間 一間叫做阿新賢粥 開兩間一間叫做阿新賢粥 一間叫做阿新媽賢粥 阿新媽 欸新媽就已經很大了 阿新媽咧 阿新的阿嬤咧 我那一間 我那一間 我也有一間主意看 我都整起來問我爬 我現在 因為這個飯湯跟這個半粥之後 我總 開始有什麼 來行 我知不知道我如果是這樣處理 我就直接問 阿新賢粥說 阿你這個飯怎麼處理 他說 哎呦 你問這行 你來行的 你知道 他說 他說 我告訴你 我們這個飯 飯 當然米粒要選好 這個不用講 阿 那個人呢 他就說先要煮好熟 他的做法是煮好熟 煮好熟 煮好熟之後 煮好熟 煮熟之後 煮熟之後 再把它放進去 那個高湯裡面煮 這樣你如果要來吃的時候 你就可以 他就要給你吃 但是 你說 請問的 這樣對一行 對一行比較好吃 對一種比較好吃 飯湯比較好吃 還是 半粥比較好吃 那些是 這個用飯粥先把它放下去 這樣吃比較好吃 我告訴你 看人 我也不知道 十歲 高腳趁 每個人 每個人 每個人的 這個看你自己的口感 有些人認為說這樣好吃 有些人認為那樣好吃 但是 比較感心的是 我那一座 我在 真的 我先 先抹一刀 在 阿鴨阿鹹 阿公 那裡看到他們 在處理這個 四目魚的魚刺 我就常想說 這個四目魚 我的尺 很高的 這樣 我常去刺到 有的人 都不敢吃四目魚 就看他在那裡 那個 阿鴨阿的 鄉人 在 把四目魚切到外面 有 有 這樣切 我不是說 你這樣切 不就太小 還要切到外面 當然 你魚 說他切到外面 切到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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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比較好吃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 他就是把魚刺 切掉 因為你的魚刺 貫穿嘛 你把它 橫切 垂直面 切下去 當然那個魚刺 就沒看 這樣就別人 不會刺到 阿鴨阿鴨那時候 我看 我都走出來 我在腳上走 看他在旁邊 他在旁邊 他們在旁邊 這樣 用手在那 滷一滷一滷 一滷魚肉 一滷三火 這樣 他說 這就在 那個魚刺 沒有哪有魚刺 用魚刺 把它夾出來 所以你看 人家在吃 吃一個 阿妹 這很難講究 這就像台南母娘 我跟你說 你要趕快來這裡 你也不趕快來這裡 萬來都輸 所以 我跟你說 這個 台南人真的 是 台南在處理這個 梅 那學問很多 欸 吃梅 有什麼配油條 對吧 油條 這我也 這沒辦法給各位說過 油條 油條 油條的處理 一定要用 老麵發酵 最簡單 你要辨別是不是 老麵發酵 最重要 就是看我 他的兩條 麵條 我們的麵條下去 不是 他整個下去 不是兩條 看兩條 有咬到出一會嗎 咬到出一會 老麵發酵 那兩隻只挺挺的 我告訴你 那就不是 我 那天 我在說這個事情 我一個朋友 在說 他說 他去香港 早前 要去吃 那個 這個 豆漿油條 他說 你看他在旁邊 這樣浸油條 他說 你上面有一個 寶特瓶 你那個東西 掉下去 趕快把它煎起來 這樣 叫他人說 先生 那個寶特瓶 放在裡面 一起油炸 才好吃 你 你不懂 我怕死人 這樣 原來是把 那個 寶特瓶 因為 他都塑膠 放在那裡 你現在去那裡 他把寶特瓶 都放在油裡面 你可以看到他 油 在那裡 一起在那裡 在那裡 為什麼 你今天看到寶特瓶 那些塑化劑 就跑出來 當然就是 比較脆 比較Q 有人這樣公然吃毒 有的 這個油 我看 我看 在中 說 也可以公開吃大麻 那種 所以 我告訴你 其實是 說起來 看人 有的國家都要吃毒 有的國家 像我們台灣 吃毒 還不知道 那些公民 啊 那些那個 那些賣毒的 那些你咬咬咬的 都看哪一棟的 那些金子 那些都黏著火的 那些大家都 結合一群的 所以不怪 你要想看 人家這樣 這樣 可以花0.多少% 可以去地保買幾個金 啊你咧 啊咧 我們那個地保 我看連便室都買不到 還要買什麼 你要貸款 便室都買不到 好 啊但是 台南人 要吃麥 我現在中間 講到 飯 湯 半粥 還有阿姓 那些做法 中間是 三個 三個層次 要講第四種層次 啊第四種 就是大家 去吃的 我們台南人 有一間 叫 阿關 阿關的肉掌 肉掌當然好吃 她的南部掌 啊她的寶寶 我自己看 跟我媽媽的寶寶 都一樣 那全世界 你如果叫我評論 說 肉掌 好吃 拍照 第一名當然是我媽做的 啊 再來什麼阿關 什麼在法後 這些都算 我媽媽之下 但是阿關 很好吃 啊 她的是 她的是 很好吃的肉掌 就是她的鹹味 真有意思 一 她喔 她買鹹味總共有四種 啊她做人也是一樣 跟我媽一樣 奇怪 這就是 因為我媽媽是跟我阿公兒學 我阿公像是跟台南中朋友兒 所以說起來也是台南的高味 這是阿關的鹹味 她拜她跟拜我都不一樣 有什麼 蚵仔 菜頭 蚵仔鹹味 菜頭鹹味 高麗菜鹹味 那到熱人的時候就來一個孫子鹹味 他差不多到早11點就先買了 那就自己去做 店頭還要買兩個鍋子 兩個大鍋這樣而已 那兩個大鍋開完就沒有了 你叫他說 欸你敢不敢這樣 沒有第三鍋蓋不行 第四鍋蓋不行就沒有了 他只要兩鍋這樣就對了 我是覺得齁 這就有講一下齁 台南人的堅持就是這樣 真心真好啦 賺錢就不是賺錢啊 就賣這樣就好了 你覺得好吃我也好賣這樣就好了 啊何必就不是要賺多少錢 所以這種精神 我常常在說 我的切都在什麼工作的精神跟生活的態度 所以你六十分鐘一定要賺錢吃 沒有了 萬來 NO SUIT 啊NO SUIT這句齁 還要賺錢 我有一段在問一下台語報書說 欸為什麼有那個萬來 NO SUIT 啊那個SUIT是怎麼寫啊 啊他要跟我說說 我說NO SUIT 他說SUIT 啊SUIT要怎麼做音呢 你會說劉媽平音叫SUIT啦 SUIT NO SUIT 他跟我說啊這就客話啦 SUIT是客話啦 我不知道齁 我們個家的朋友 SUIT跟客話 哈哈哈哈 萬來NO SUIT 真的是不是 齁 所以呢 啊 在說到這個台南渣媒齁 啊呢 到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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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蓋纜蘭我已經說 四個層次啦 啊 有一種最好笑 有一種最好笑的故事 就是說 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下來 啊 什麼呢 其實這個 他這個 翻屬 滋 屠 吳州啦 韓籍 煮那個 蠔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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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蠔豆 怎麼可以說蠔豆 這我從那個 連亞棠的那個 車裡面看的這個 一樣的故事啦 這個國立 台灣 歷史報館 特別是這麼多 那他寫什麼 他寫說齁 差不多到那個清條通緝的時候 啊 台灣的這個 社會裡面就開始 貧富差距就出來了 因為慢慢經濟發展嘛 啊 社會的改善齁 啊 為了 比如說你現在開始就有那個 好好的人 和沒有好好的 和善良人 還有做館的 和沒有做館的 一定 就是 所以他就 本來有六七年 那個 康熙皇帝想說 啊 反正帝昌宗就死 啊 新菜 啊 你們台灣要死嗎 不死 你們家的事情 啊 他們也不在地呢 可憐沒有啦 打贏還不在地呢 啊 所以不怪那日本黨會說 咱這台灣齁 如果割給日本就是啊 咱台灣齁 這鳥不語 花不相 然無異女無情 烏龜不上岸齁 可憐 如果不算是我咱的齁 啊 就是齁 沒辦法抖就對了啦齁 啊 沒辦法抖 你自己去抖那邊那個 熱 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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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 熱 面孔去 抵熱 熱 面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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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壞人的這兩屁股 啊 啊 所以呢 慢慢的 社會就分出這個階級出來 啊 如果有好好的人 當然就吃白飯嘛 啊 啊 善良人 當然就 我剛才說的 寒雞籤飯 寒雞籤湯 啊 寒雞籤湯 啊 湯就比較好吃了齁 就吃這個 啊 寒雞麵齁 啊 這類的齁 啊 但是齁 有一個地方齁 是齁 如果以台灣這個 整個地區來看 包括這個片鵝 有一個地方是吃沒 沒米 沒在米 沒在蒸米 叫做片鵝 真的 片鵝 沒在蒸米 欸 這 我剛才問過一個片鵝 人 說 欸 你片鵝 真的沒在蒸米 喔 所以說 片鵝 要做公公 發電 要開交警 啊 你不知道 整個東西都不用做 外人都不用做 不然你外人 要怎麼做 請問你房子 要怎麼做 請問你房子 要怎麼做 都 如果 你去哈威 啦 齁 我去去哈威 齁 有一個問 欸 在那邊的人聊天 說 哈威 齁 這麼漂亮 齁 啊 山水啊 什麼都很漂亮齁 啊 整個海灘都米 齁 都是美女 啊 你為什麼 你那個哈威 全去齁 開一個那個 那個 那個 叫警 咧 人家講一句話就好了 啊 我就是 天生美女 我何必墮落封城 對吧 天生美女 啊 我的米露 我的 大家閨秀 我何必去找一酒店做小姐 對 啊 我們不是人 現在是這樣 說 我們現在有錢人賺就好了 啊 所以說 啊 啊 但是那個 聽說那個公公公也沒過啦 齁 那 這是 題外話 啊 那時候 片鵝 人齁 因為沒有 沒這個 沒在做米 所以呢 有一個 青條的詩人 他就什麼片鵝 他說 齁 一碗糊塗共藏 啊 地瓜 土豆 且沖長 啊 平飄信道 神仙府 此事人間 有道良 啊 到底用什麼 用台語 還是用那個 包裝的套館 我不知道啦 齁 穿著 漢字是這樣寫啦 齁 啊 他的意思是說 這個片鵝 人 啊 那時候 因為 沒吃過米嘛 不產稻米嘛 所以他後來 吃 那個 吃 那個 培養 當然要 吃 漢字蔗麽 啊 對不對 漢字蔗湯 齁 嘖 適咎粗好吃 不是 邊說 有一天來在台南去吃到 那個 台南的這個 米而已 這樣說 喔齁 這真正是 神仙府 齁 這是 新仙府 奕咎 吃 你何我吃 Pearlix 蔗餅 哦 那邊吃你什麼好價的米呢 齁 韓芷籤湯啦 想說這可能是韓芷籤 很多人說韓芷籤這米啦 這白米啦 所以喔 在這個平鵝 那個青條的人說 他說那個平鵝人家那叫糊塗 糊塗 糊塗 糊塗啦 他們這些實在不是用米的媒 是用海藻和魚蝦和熟米 就是歡熟做成的類似米來煮 來煮 所以呢 其實那是韓芷籤湯 韓芷籤湯 不是真的的媒 不怪那個人來到這個 台南的吃得很好 當然最後我要向各位說 現在喔 台南吃媒 韓芷籤人都找的啦 比如說來去吃牛肉 對吧 那牛肉肉齁 你現在齁 吃完之後那個湯 齁 你要準備一下 那個飯把它放下去 煮差不多二三十分鐘來 我告訴你那個牛肉湯米 哦 呵呵呵呵 夠好吃 不然來吃一碗米 越吃越好 吃這個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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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啊 所以這 我們現在越來越講究啦 不過 在我們越來越講究之外 我們也要了解說 啊 原來台南的吃粥 有這麼多這個層次 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啊 今天非常感謝大家收聽 這是自由機車FM91.5 漁夫自由騎 我是漁夫 再會